请 赵伟好 今天提出的三个解冻案 8.5亿 其中有关 学校体育卫生的5000万 我们看到上次 打询4月8日之后 你们做了一些后续的报告 个人很满意 尤其是对营养午餐 营养的内容的注意 对于孩子们肥胖 已经非常严峻的情况 有所遏制 也加配了营养师 所以我是支持你解冻的 但是请问 你有没有注意到前两天 美国的卫生部 他们跟我们一样 面临了儿童肥胖 接下来成人肥胖 80%的相关性 大概所有的未来的健保经费 都会用在治疗肥胖 所以他们发表了一个NPAP 就是全国的体育活动计划 预测预计要把所有的孩子 每天的课程更正到 一定要有一个小时的活动 你注意到了这个计划没有 对 我希望你 在其他国家也都是类似这种 这个因为美国它的肥胖 它的这个儿童体势能 你们现在所有 我相信王师长很清楚 你们所有用的体势能的量表 都是AAHPERD发展出来的 他们有一些新的规划 我希望你们要继续观测 因为5月3日才公布 我不考你们 但是你们应该要详细 它是从K to 12 从Kindergarten 一直到12年 都去介入调整课表 我希望你们好好的研究 把我们儿童肥胖的问题 做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改善 好不好 那这个经费的部分 我是支持的 至于国民教育上次达询之后 我也看到母语教育的部分 你们有一些新的改善 尤其是语迹将界 对于设施整建的经费 我们当然也愿意支持 所以这5亿元 我个人也表支持 但是对你们的第一案 也就是辅导私立大专校院 发展讲助这个部分 你们的解冻理由 我有质疑 请问你这个质疑 就是你们这个理由概要里面说 你们是有逐步的退场 请问逐步逐到什么步了 你们退了哪个场了 请问办理情况如何 对于招不到学生 经营不散 又无法改善品质的学校 你们到底辅导了 哪一个学校办理了退场了 我跟目前来讲的话是 假设评鉴不佳的话 我们是有 好 所以你设在评鉴 对对 评鉴的结果是什么呢 评鉴的结果是一些量化的东西 你知不知道最近日本连续逼了5个学校退场 应该驻美文化组 驻日代表出文化组给你资料吧 包括27年之久的名古屋松板三 所谓的三重中京大学 包括知名的神户时装造型大学 甚至LEC的东京大学 宾库县的天主教大学 武所大学还有大谷大学都被强迫退 你知道它的基准 它没有用什么评鉴不评鉴 它就是一个标准招生招不起来嘛 我们现在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一个招生的一个声援的报道 结果你们的做法 我看利德跟嘉南药砖 不是雷声大雨点小 你们说要把合并 结果不是学校合并 是董事会合并 然后学校学生名额还是一样多 并来并去 这个话还不是我说 我看了网络的评语这么说 你们真的有下手吗 这个我们有一个预警的指标 这个预警的指标 包括一个招生的报道率的情形 第二个是财务的情形 第三个 我看了你们的评鉴 你们的评鉴 洋洋大观 最近为了这个评鉴 我请问 你们是不是对自己的评鉴 信度效度信心不足 所以不能够下手 不是 我想有一个渐进式 包括细所评鉴 假如不合格来讲的话 我们会连续三年注册力 好 你讲评鉴 我就跟你谈评鉴 我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巧合 前两天 高教评鉴中心公布啦 它的评鉴是用 你也知道是什么嘛 对不对 大家都在批评的 ESI嘛 ESI跟办学的招生 有什么逻辑 连通没有 你的ESI的论文结果 然后很高兴的说 我现在有39所的大学 至少有一个领域进到全世界前百分之一的论文被引用次数 然后我这样的学校增加了八校 然后认为这是个非常大的成就 这就是你的评鉴 你用这样的评鉴结果如何连接于这个学校的经营不散 或者这个学校无法招生 或者进去的学生他受到非常不合适的待遇 这中间的逻辑在哪里呢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可不可以让我说明一下 好 那个评鉴中心公告了那个ESI的世界的评比 他是把那个相关的一些我们的论文 我内容很清楚 你只是告诉我 你现在用ESI的评鉴 然后来分配补助款 对不对 今天的内容 我们的解冻就是在分配这些资源 包括私校 你用这样的一个 你说我欣赏必乏是综合名识 你的评鉴连接的是资源的分配 你的资源分配跟学校退不退长 他办学校国 他该不该 我们日本人讲的他叫做撤退 中间没有逻辑 那你是做什么了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你中间总有一条逻辑 像你刚才讲的很对 你不愿意三线六步 是因为你的目标 你的开放路是目标 是要全球化 要吸引最佳人才 所以初步你不放心 三线六步 慢慢的 你对特定的领域 或者怎么样 可以保持一个行政的弹性 走到真的全球人才的进逐 所以我同意你啊 但那是因为你在一条逻辑上啊 你现在的逻辑 你经费的补助靠评鉴 评鉴靠什么呢 量化指标 你知道外界对量化指标有很多的批评吗 然后你资源补助的多 多跟少 然后不管 你就拿多一点 拿少一点 这个拿少一点 没有关系 你也许越来越少 你就自己退场 这跟日本的做法相反 他是指定你 譬如说你招生极端困难 他连续 一千到两千日元 每年补助你五年 补助了你五年 你还无法经营改善 你无法调整系数 你无法再招生 他就杀无赦 一律退场 你们不是呢 你们前拼命的补助 前面的台青胶 这些后段班 你也没有真的实质的辅助 然后等着他自己消灭 结果这些人又很多路可以走 等一下董事会合作 等一下又单独招生 很多的 很多的稀奇古怪的东西都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你不能够避免这样逻辑不通 你说得通吗 我看不通你的评鉴是做什么 你评鉴唯一的作用 我今天来看 我当过行政人员 就是谢责 谢什么责 不是我评的 我给你多钱 你只有五毛 你只有一块是评鉴的结果 因为评鉴结果这样 所以干我林聪明无事 干我无亲疾无事 是不是这样的心态 我想在这边跟赵委员报告一下 评鉴包括值的评鉴跟量的评鉴都有 我知道我都背得很熟你的量 那些规定 我都背得很熟 所以刚才所谈的ESI 那不是我们教育部的评鉴 是他们评鉴中心 但是也是算分数的其中的一个项目 对不对 学术表现 我们一般来讲 因为像各个学校 他自己要订定他的教学目标 然后评鉴委员根据他的教学目标 来看看 你说好了 今年我们就算ESI 这22个领域 有17个领域入榜 觉得很高兴 但是呢 成大 在工程 在材料科学 他都比台大好 你说不错 台大在其他的13个领域 他有他的这个表现 但是我觉得有些话你们要听进去 我们也一再讲 我们上一次我说过 如果你这个评鉴的不改 你导引的结果 不只是这个研究经费 学术补助 这个偏颇而已 你会有大祸害 孔子会被你知浅 苏东坡会失业 意思是说 这些人文社会 在ESI的局限性 他们最近非常难过 因为这个学内 学国内的典范在移转 什么叫学界的典范呢 以前大家要大师 大师都是专书的 他不会写这种 一篇一篇的论文 他甚至不会去用英文发表 所以这些东西他都没有 于是这些大师呢 慢慢被大佬们所替代了 学校的大佬呢 他就是学术资源争取的 一言九鼎 挂罪的肩膀 这个移转呢 我是真的觉得 要听进去啊 是不是 你们的评鉴制度 既然无法真正的 又用来做退场 也无法真正用来 很合理的分配预算 所为何事啊 倒是有一个评鉴 我非常希望你重新去想 那个校友评鉴 我知道你们有个委托 但是那个太慢了 尤其他跟尾端没有 尾巴没有连结 你说啊 就像我昨天看到台 台积电副董事长 郑凡城 还有望宏电子的总经理 卢智源讲话 我都很伤心 他说国内一百六十多所 大专院校 目前我只敢用台清 成交顶尖大学 因为其他学校 培养出来的学生 水准有差率 我不敢用 好 光是这一句话 你那些评鉴 就落去了了了了嘛 你也拼命的评鉴 你去分配资源 你去辅助 你去辅导 结果你的办学的 良语的终极关怀 不是培养出 可用之才的话 你这个评鉴制度 没通呢 我跟委员报告 包括台积电 现在目前雇用了 很多技职体系的学生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他是有偏颇的 我是说 你现在 如果要评鉴这样 可用之才 你得了评鉴结果 应该要feedback 回来你资源的分配 如果你刚才讲 技职学校 很受欢迎 你就要把那边偏过去啊 不能永远 这个钱都是台积交 拿走了呀 目前 然后他强者欲强 然后呢 他这个 你的评鉴 从供给面 不如去用需求面来评鉴 那也挂钩到22K 我非常担心 你看我这张照片 我看了很害怕 这是第一颗大马 对不对 他是求职博览会 里面办公的人 做得满满的 没有人来应征 请相信 想想看 是不是你这个22K 让很多的怪现象 包括什么呢 很多人还面试通过 就不报道了 工作了一两天呢 就不来了 新人离职力非常的高 一上任第一件工作 先帝辞成 是不是你们这个22K 让新年朋友 他认为说 他就是一种盐币嘛 现在盐币13%嘛 是不是 因为我就慢一点 反正家里也不缺一口饭吃 我能够在 有你玩四年 变成有你玩五年 加上你的22K 加10K 变成有你玩五年半 好好想一想 真的 我是很担心的 我不希望说我们 加你抓手抓咖 但是我们看到的问题 遇见的问题 我们希望得到 你非常仔细的评断 而且我希望 对于这个已经办的22K 这一年已经结束的 你们要有仔细研讨 检讨对于未来 对于过去的影响 我希望有书面 什么时候可以给我 我们 你们应该结束了嘛 五月 我们一个礼拜 提供给委员 好 我希望有非常切实 而且是真的很切实 很实在的去 因为你还要续办嘛 大家会怕 我们要看 很仔细的评论 有没有效果 是不是那些质疑的 会拉低薪水 会失去工作的意愿 会养成无法长期工作的习惯 这些都应该有深层的考量 好不好 谢谢 事实上我们的很多调查报告 跟委员所提的数字是不一样的 好 我是希望你是乐观的 我是希望我们所有的悲观的事情不会发生 是是是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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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